本赛季MVP没争议了 大地MVP关键战临阵脱逃 过去三个赛季缺席七场对阵熊鹿和绝金的比赛 想要成为当赛季MVP 有一种比赛无疑至关重要 那就是和其他MVP候选人直接正面交锋了 在两位MVP候选人 个人表现和球队战技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两人正面对话的胜负 无疑能够决定MVP的归属 而气肉人和绝金就在北京时间3月28日迎来这么一场比赛 两大MVP候选人 大地MVP和绝基奇正面交锋 但是最终MVP却选择了一种 令全世界球迷无法理解的方式 那就是临阵脱逃 未战先退了 赛前MVP宣布小队受伤 但是大概率是轮胶的借口 而绝基奇则在这场比赛中 狂砍25分17篮板12主攻的大后三双代理取胜 这场比赛在后 不少球迷也认为 本赛季MVP无争议了 就连已经退役的NBA名宿帕金斯也说 MVP是在逃避 加林特也说 本以为会看到MVP之争 结果就这 而值得一提的是 MVP这么做似乎早有前科 近日没有MVT统计 MVP三个赛季 缺席了七场对阵熊鹿和绝巾的比赛 而熊鹿队的字母哥和绝巾队的约基奇 包揽了过去四年的NBA场围赛MVP 不和MVP交手 击败他们 怎么能成为MVP MVP这么做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